法上印血 何况非法 法是佛法 佛四十九年所说的 不能执着 不能放在心上了 执着放在心上就早了 佛耶稣没说过一个字 没有说过一句话 你要说的说法 叫报复 你要懂这个意思 那这个话呢 无非是引导 是诱导 你不执着 不分别不执着 你就听懂了 就明白意思了 你一分别一执着就完了 叫死在俱下 错了啊 所以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一句话 不简单的 谁能够理解如来真实义 如来所说一切话 统统不放在心上 就是 能解如来 这是 不放在心上 开悟了 放在心上 把悟门堵塞了 叫所知症 那这是佛法难处啊 也是佛法的容易处啊 悟太容易了 不悟太难了 没有难意啊 禅宗俗诗 考验学生 常识 悟吗 悟者不难 悟者不悟呀 悟的人 确定方向 能横顺忠诗 你说的对 好 你说的不对 也好 他都顺 为什么呢 说的对 对等于零 说的不对 不对也等于零 天下本无私啊 你喜欢怎么说 多谢 都在谜 埋油 破灭开悟 六道反复 真正会的人呢 丝毫不止重 像老和尚所说的 看什么人 多好 没有分别 换换戏 看什么事 也好 没有这个对 那个不对 没有这个念头 没有这个喜欢 那个讨厌 没有这个念头 完全是 清净 平等 慈悲心 饮食 所以众生 没有以后 不欢喜他 一生 没生过气 没有放过脾气 没有说过妄语 这老和尚 难得了 我们要学 对人 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这什么 这就叫佛菩萨 佛菩萨 就是这个样子 他样样都清楚 样样都明白 他不跟你说 为什么 说了你就生烦恼 他说的是真的 你迷在虚望 你在虚望 觉得很快乐 觉得很诚心如意 说不止 那早已 但是不能说破 说破你脾气就来了 你不能接受 所以菩萨知道人 什么时候该跟你说 什么时候不可以说 迷的时候不能说 将物未物的时候 这是要说 这一点 他就无了 所以 一切诸佛菩萨 无有定法可说 再说真一点 无有法可说 都是你自己毛病发作了 佛知道 你可以接受 他就跟你说 你能接受多少 跟你说多少 不过分 真是智慧 真是功德了 总的来说 就是一句佛 老和尚的口头上 精于两眼 无上大法 好好念佛 臣佛是大死 其他 啥 都是假的 就给你一句话 你要能气如 你就会开悟 你开悟了 现前十出时间 也就死 哪一样不明了 亚亚明了 想不想到极乐世界去 真一想 你跟阿弥陀佛 有没有见过面 见过面 那为什么还不走 阿弥陀佛叫你不要放 因为你已经生死自在了 做一个好样子 做一个学佛的好样子 做一个念佛的好样子 给大家看看 往生的时候 自自在往生 大家相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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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